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卖多货那就得降价 目前呢 卖的是只有4GB加64GB 6GB加128GB两个存储版本 昨天有网友发现京东商量了一款32GB内存在卖的时 售价仅为3399元 那些预算不高 但是又不介意用存储卡的用户真的是有福了 但是目前呢处于无货状态 至于什么时候会上架 估计双11期间会开卖 但是要做好秒媒的准备哦 对于明年年初即将发布的三星S9 媒体曝光了三星Galaxy S9的外形设计稿 可以看到依然会有Galaxy S9和S9 Plus两款产品 报道称呢 S9会采用3D传感的面部识别解锁功能 双后置摄像头 进一步提高的屏占比 同时为人诟病的后置指纹会不会取消 会不会采用屏下指纹解锁 目前还在正式当中 如果还是背部指纹的话 Fone Arena设计了三种方案 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哪种呢 好吧 我替你们回答好了 哪种都不喜欢 能用评价指纹最好不过啊 想要获取最新最热的科技资讯 您只需要打开微博搜索北极光科技马振豪 然后点击关注就可以了 另外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正式开通了 您在公众号一栏中 同样搜索北极光科技马振豪 同样点击关注就OK了 不定期呢还会有各种福利等着大家 赶快关注吧